纯真品牌代言人股东兄弟刘宇宁 欢迎宇宁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 来给我们正在看直播的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纯真品牌代言人刘宇宁 欢迎各位 真的哈 宇宁今天特别忙 然后赶到我们直播间的时候呢 现在正在拍戏 对不对 刚刚收工 刚刚收工 化了个这个现代装就过来了 非常匆忙 所以今天这个拍的还顺利吗 挺顺利的 主要今天这个恒天真的是艳阳高照 就是顺利是很顺利 但是热是真热 暴晒一天 感觉这个也是 也是这个这个出了一身汗 不过刚才回去洗了一下 以一个崭新的面貌过来跟大家见面 没事 我刚刚跟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工作人员去问了 今天所有的这些奶品随便喝 就是有点累了 今天艳阳高照嘛 是不是 得赶紧补充一下 咱直接炫起来 边聊边喝 那其实刚刚呢 我们的宇宁也跟过去分享了 最近正在拍戏 所以说我们在日后的时间 就可以来期待更加优秀的一个作品了 我不知道最近有没有去看到一些像的网友的一些评论 说你是看到了 看到了 你看到的是什么 我先听听 我看到的不太好说 您说吧 我看到了一个评论 很多方都说 宇宁是一个特别有信念感的艺人 你觉得这个信念感你认可吗 或者你怎么理解 你看朋友们也说了 说老大特别有信念感 我看到弹幕了 是不是 信念感是吧 因为可能包括唱歌也好 或者是演戏也好 就是我现在从事的职业 包括直播 直播哪怕我坐在这 我会有一个信念感 告诉我面前坐的都是观众朋友们 你们都在我面前 我在跟你们正式的交流 那可能唱歌的时候 你要有一个信念感 你要身处那个故事的当中 你可能是某一个主人公 你去把这个故事表达给大家 那可能你在演戏的时候 你此时此刻 你真的在挨鞭子 那作为一个演员 你在那不能真抽你吗 你得有那个信念 好像这个鞭子真的打在身上 所以这个信念感 对于一个演员也好 歌手也好 或者是做直播的也好 还是蛮重要的一件事 确实我为什么也觉得 与您是一个特别有信念感的艺人 因为我觉得就是信念感本身 它就是表演艺术的一种形式 而且现在又有那么多的一个好的作品 跟各位去见面 包括其实作为我们的代言人 一定会非常了解 其实我们纯真也是一个 特别有信念感的品牌 没错 始终如一的给您带来的是健康 美味 而且最重要的朋友们 大家不要忘记了 我们今天的A卡加B卡的套装 还有额外给您说到的小礼品 不要忘记了 好不好 不要去下单的朋友们 咱们抓紧时间了 今天与您来到我们时不见的话 也是一个福利观的存在了 我知道很多朋友在想看老大的同时 还期待你能给他们去发一发箱的一些 签名照 当然没问题 包括一些福利的一些小的奖品 所以话不多说 咱们正式开启今天的一个小游戏 先跟与您来讲一下规则 我们今天的游戏环节非常之多 各位我们直播间的珍爱粉们 同时我们在每玩一轮游戏的时候 都可能给各位是抽奖 那么前提就是与您可以成功闯关 好呀 我肯定没问题的 有信心吗 有信心 加油 干个奶 来 讲一下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进入到第一个小的环节 来吧 直播间的朋友们 跟我们一起过来看一看 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主题也叫做与你一起共赏美味 好 来朋友们 我们在这几个字后面呢 会分别有一些香的内容 那么它里边的话是福利 也可能是一些问题 当然也可能是一些陷阱 陷阱了 进去了 掉进去了 所以这个一共这几个字全部都要开 好呀 你先来开哪一个看后面的内容 那就雨吧 从这个来吧 刘雨宁嘛 从雨开始 从雨开始 这是什么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内容是分享与纯真的美好瞬间或故事 美好瞬间还有美好瞬间或者是故事 我觉得就是让我蛮开心的 可能就是不仅仅是我们的这个酸奶 是我与这个品牌的一个美好瞬间 我觉得 因为它让我办了一场就是跟那个粉丝有个线下的见面 见面会 对 对 有个见面会 然后在一个相对来说还挺好的一个礼堂里 然后跟大家聊聊天 做游戏 玩了一会儿 我觉得那个时刻让我还觉得蛮美好的 而且一直觉得还挺有意义 挺有意思的 也就是说纯真作为了一个桥梁 对 沟通起来了你和粉丝的一次见面会 是的 我的天 这个真的是特别值得回忆 很有意思的 包括很多的朋友可能说 那下一次是什么时候 朋友们 持续关注纯真和刘雨宁 肯定还会继续建立起这样的桥梁的 好不好 是的 是的 OK那我们继续来翻 我们刚才翻的是雨 接下来 雨吧 雨 OK 雨马当千 OK 哎呀 朋友们 你们的福利来了 送出签名海报一张 OK来 我们把这个海报拿过来 可以让雨宁现场先给大家来签 好 我跟各位去说一下今天的一个抽奖规则 对 雨宁这边可以来签着 好嘞 正在看直播我们所有的珍爱粉们 今天无论是给您抽出的我们的这个奶卡 还是呢所有的食物奖品以及海报 前提只有一个 您只要在直播间当中有订单 有有效订单的朋友们 我们的中奖都是有效的 好不好各位朋友们 只要您在时间当中有有效订单的话 我们中奖都是有效的 那这个签名的海报 一会儿我们就会给我来抽 别着急 我们翻出四个就来一次抽奖 翻出四个就来一次抽奖 大家把我记着 有一个海报没有发给大家 OK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翻 这个吧 赏 赏 还记得初次品尝纯真零天加酸奶时候的表情吗 还记得是哪一次吗 他说的是初次 那就是有也是第一次吗 初次那就肯定就是第一次 对第一次我就觉得还蛮怎么说呢 就是有一种幸福和满足感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因为我我这个这个这个还还挺喜欢吃点甜的东西的 然后但是他没有那么的这个甜 然后让我吃完之后就感觉心情很好 然后呢喝完之后就觉得还蛮幸福的 我听到了一个重点 就是喝完之后的话心情非常好 是的 所以特别满足的一种表情 对不对 对 所以哈 朋友们我们现场来见证一下 可能啊 因为现在已经作为我们的代言人来说喝的太多次了 是的 你还能不能够想得起来 或者用我们精湛的演技哈 给大家来还原一下 当时喝到我们那个酸奶第一口的感受 就是 但是 这 满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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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很满足 而且我觉得他是那种很期待下一次下一口的感觉 当然当然 嗯 好的 来我们继续来翻吧 还差一个我们就要给各位来抽奖了 好呀 喂 喂 哇 厉害啊 真的是福利官啊 味道真好喝的纯真酸奶一箱 我拿回家吗 我不是啊 给那个给朋友们的啊 不好意思啊 没错 来这个的话也是我们的抽奖 所以有一个纯真酸奶一箱了 额外的话呢 还有海报一张 海报一张 朋友们 现在请您在我们的弹幕上来共同互动 今天的主题叫做与你一起共赏美味 这几个字在我们的公屏当中发送出来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要给各位来抽奖了 抽奖的方式呢 是以截屏的形式 截屏 于宁来写吗 我来呗 对 两边这个就一按就可以结了 行 然后我们看一下弹幕有没有刷起来 与你一起共赏美味 与你一起共赏美味 别刷刘雨宁了 刘雨宁一般 这个共赏美味还是重要的 来 是 我们刷起来之后啊 跟大家来说一下规则 前提是 您必须在直播间当中有订单 我们的中奖才是做数的 好吗 所有朋友们 您必须在直播间当中有订单的朋友们 中奖是有效的 那我们一会儿截屏的时候呢 完整出现ID的第一位朋友 将会送出的是 我们与您的这个海报签名的海报 这是第一位朋友 然后我们再会截屏 后面我们会抽几位呢 会抽三位幸运的朋友 这三位幸运的朋友 都可以获得的是纯真酸奶一香 好吧 刷起来了吗 与您 没有 因为他们估计之前刷太多了 然后这个一直在滚平 没关系 我们就也用这个结吧 可以 没问题 没问题 来 那我们倒数三个数 来 三 二 一 走你 OK 那我们把它放大 看一下 这位朋友 完整出现ID的 上面您的这个ID已经被略过了 所以我们看一下 第一位 第一位是 哇好长 我来读 我还是 您来 我来读 我来读 EWE 尾号是四个W 这位朋友 抓紧时间您截下图 好不好 抓紧时间去截下图 恭喜您中奖了 您中的是什么呢 来 再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刚刚我们的刘宇宁亲笔签名的这个海报 作为第一份奖品送给您 感谢您对于宇宁以及我们纯真的支持 好吗 谢谢您 谢谢 好嘞 接下来我们继续 第二个这个叫做 我们要再截一瓶 因为后来不够了 好嘞 OK 我们先把这个存储起来 好嘞 继续 我们再还是一样的 从上往下完整出现ID的前三位 将会获得的是纯真酸奶一箱 好嘞 来 三 二 一 OK 我们来看一看这一瓶 这瓶当中 首先我们要恭喜到的是 这位叫做爱吃樱桃味的小丸子 这位朋友 在吗 抓紧时间截屏 这是我们的第一位 第二位的话 叫做咕噜安春锅仔蛋 这是我们的第二位 但是还少一位 于宁我们再截一个 在截一瓶当中的话 完整出现ID的第一位朋友 好嘞 加上我们刚刚的前两位 都可以获得 这个纯真酸奶一箱 哎 好 送三箱呢 对 哇 三位 尝了尝了 来 三 二 一 OK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瓶当中完整出现ID的哈 第一位 L Y YN 刘雨宁吧 应该是 对 对吧 是最重要的人 恭喜哈 这个朋友 这个朋友应该肯定是在直播间 在直播间 恭喜您中奖了哈 抓紧时间去这个节下评 好嘞 再次恭喜我们以上的四位朋友们 那大家获得的奖品的前提只有一个 就是您只要在直播间当中有订单就可以了哈 买什么最划算啊 朋友们 我手上的这个啊 来 切个特写哈 有一点小 为什么把它拿过来给各位来看呢 因为我刚刚拿那个大图呢 是我们的一个这个KT版哈 实际上您收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产品啊 实际上收到是这样 这个带玫瑰花的是我们的B卡 这个是A卡 建议您A卡B卡买它的套组 因为今天买A卡和B卡的朋友们 会有额外的一个明信片和像的卡套送给各位 好不好 那么同时呢 我们的这个价格您直接去看都已经开好了 享受一个福利的价格啊 抓紧时间去下单哈 如果您还没有下单的话 抓紧时间下单 OK 我们继续还有四个字 你吧 你 你最喜欢纯真酸奶的哪个口味 不可以说都喜欢 不不不 我就原味吧 原味 为什么呢 就是蓝莓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单东产蓝莓 对 我们单东产蓝莓 所以对这个味道比较熟悉 喜欢原味 是的 我觉得很多的朋友都喜欢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那个味道纯纯的真好喝 你喝起来的时候 就是那种非常幸福的感觉 OK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翻 嗯 来 这个啊 美 美 哦 如果让你为纯真酸奶创造一款全新的美味的话 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食材来搭配呢 为什么 什么样的食材搭配 那就是得 是不是 嗯 我记得我之前吃过一个小 那个小鱼嘎味的一个酸奶 也是我们的 那是比较猎奇的 如果有可能 是不是有一个可能是这个榴莲味的酸奶 不知道啊 可以去尝试一下 也是一个猎奇的口味啊 搭配一个榴莲味的酸奶 没错 没错 与您平时吃榴莲吗 也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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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吧 朋友们 我们也一起期待一下吧 当然 当然其实你买回去之后的话 咱可以DIY啊 对吧 当然 你可以用那个榴莲去做 也没问题 是的 是的 好 来我们还有两个字啊 那来 先起 哇 哈哈哈 来吧 这个真想卡啊 它的兑换产品是什么 我觉得与您应该非常清楚了 这个我刚刚也跟各位反复的去强调了 就是今天大家如果买到我们的真想卡 它兑换的内容是 哦 肯定是真酸奶啊 真酸奶啊 当然 哦 真酸奶一箱 嗯 加上我们的这个灵天家 灵天家 灵天家 酸奶一箱 没错啊 一共到手是两箱 是的 好 剩最后一个了 是共 哦 来 我们翻开 纯真的真想卡一张 这个是作为抽奖的奖品 给到大家的 来来来 炸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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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来 我们先回座吧 先回座 这个真想卡一张还是一样 我们继续给各位来抽 继续给各位来抽 好 码还是一样 您可以刷 我们看到现在大家刷刘宇宁比较多 那OK 为了节省时间 我们还是按照这个弹幕吧 宇宁 好呀 还是按照这个弹幕了 那我们还是去截屏 完整出现ID的第一位朋友将会获得的 嗯 宁宁可以拿一下 就是我手上的 这块 我们的真相卡一张 真相奶卡一张 好不好 大家抓紧时间去下单 因为前提是 您要有订单中奖才有效 来我们倒数三个数截屏 来 三二一 OK 我们来看一下 恭喜一下 我们的这位完整出现ID的朋友 叫做葡萄 猕猴桃 樱桃 水蜜桃 油桃 你是多爱吃桃 我的天 买点这个 我们的纯真联听家回去做DMI 这是小猴子 最爱吃桃 可以 OK 朋友们 刚刚我们在这一轮抽奖抽出的 这三种不同的产品和商品 还有我们的海报 大家如果说还没有抽过瘾的话 没事 一会儿还有抽奖 一会儿还有抽奖 好了 在这一轮的话 我们给各位去做了一些 相应的抽奖的福利 以及共同玩的一个小的游戏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进入到下一个小的环节当中了 看到我们的道具都已经上来了 是不是 刚刚我们在翻牌子的时候 与您也说了 如果有一些创意的美食 或创意的料理的话 也期待着水果或者是榴莲 对吧 加入在里边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 就是我们一个DIY的时间了 各位朋友们 你们也可以学起来 是的 我这边的话 有一个小难题 就是会有不同的主题 好呀 我在某一个主题当中 咱们用这些香的食材 可以做一些香的mixed DIY 好 可以呀 来 第一个主题叫做 好喝的多巴胺宵夜 与您喜欢吃宵夜吗 或者说有的时候下了期之后 会去吃一吃吗 会吃会吃 当然每天基本 因为我是不吃早饭的人 但是那个宵夜会吃一点的 宵夜会吃点 会吃一点 喜欢吃什么类型的宵夜 喜欢 反正就是那个以蔬菜啊 水果为主吧 就相当于说还是比较健康的 是的 是的 好 那你觉得这个多巴胺的宵夜 应该怎么去制作呢 我们这边的话 有林田家的酸奶 是的 然后也有水果 也有干果 也有 包括这边也有榨汁机啊 就想去把它搅在一起的话 反正全都听您的 好不好 好 这个 那就来榨个汁吧 好不好 榨个汁啊 好嘞 那就整一个啊 整一个 我们先把这个林田家的酸奶倒进去了 把这个酸奶先倒进去 哎 正好倒进去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 就是它这种浓稠的感觉 嗯 然后就可以加点这个这个蓝莓嘛 嗯 我看得出来你是真爱蓝莓啊 手来了 老家的特产 对 少加一点蓝莓 OK 嗯 再来点这个火龙果 来点红芯火龙果 这颜色估计会好看一些这样 好 差不多 好 这个的话就是多巴胺的宵夜了哈 是的 为什么呢 给我们来解释解释 为什么用到蓝莓啊火龙果啊 然后配上我们这林田家 蓝莓这个我我据我了解的功效 这个蓝莓是那个能够美白的 我不知道啊 我了解是能美白的 那火龙果呢也会有一些这个这个对皮肤啊 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然后再配上我们的这个林田家的这个 这酸奶那就是绝了啊 啊 双鸡开机 双鸡开机一下哈 对 这样炸出来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水果奶昔了 对不对 我觉得真的还蛮配的 我估计啊 大家现在正在看直播的朋友 已经开始去找家里面有没有这种炸汁鸡了 你现在的话 其实在家里面也可以去这样去做 为什么叫做好喝的多巴胺宵夜呢 因为现在确实大家有的时候吃宵夜 不是那么健康啊 有的时候可能会吃一些 因为晚上了嘛 可能烧烤会比较多 比较油腻 所以说其实你看 刚刚与您给您放的这个两种不同的水果来说 相对都比较健康啊 比较健康 而且和我们的这个林田家的酸奶对在一起的话 又好看是又好喝 天哪 我 这是一杯水果酸奶 是不是 我都没想不到这个能怎么 我 那个那个 我给您喝 我可以来尝一尝 你尝一尝 我来品鉴一下 下一个我来 可以吗 好喝的 好喝的朋友 而且啊 就是如果你不能吃 不太喜欢吃那种过甜的水果 你就来它 因为蓝莓和这个火龙果本身 它都不是那么甜的 对吧 很清甜 我又想起来那句话了 味道纯纯的 真好喝 而且口感层色非常丰富 这个是好喝的多巴胺宵夜 大家去学起来 用到的就是这个蓝莓啊 火龙果啊 就可以去用了啊 好 来我们下一个主题呢 叫做六月幸运杯 为什么有这个主题 因为你看六月份啊 正好呢也是我们马上要迎来的像中考啊 还有刚过去的高考 对不对 所以呢在这呢 宇宁也是把这样一份幸运传递给大家 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都能够金榜提名 好不好 愉悦龙门 那我们要用点什么 这个反正就是来点这种 首先呢当然要加入我们的这个 零添加酸奶 然后可以加点干果 然后让它有一个就是 就是多一个口感在里面 多一个口感在里面 对 它里边配的很齐 然后这个核桃仁什么都都有 核桃仁啊巴蛋木啊 对 开心果 开心果 我感觉已经在这是看图十字 开心果 开心果 巴蛋木 然后放在里面 这个直接就放在这就可以了 还是说也需要把它打碎 不用打碎 就这样吃 我觉得就蛮好的 可以再来点蓝莓 点缀一下 看出来了吗 你们的老大师真爱蓝莓 为什么爱蓝莓 说了老家特产 是 对 我们东北盐 东北盐就是实在啊 主打一个实在 点准 这个薄荷叶 薄荷这样 放在上面 有一个这个这个 生机勃勃的感觉 我觉得你可以给它起个名字 虽然我们的主题 因为这个真的好好看 这个是 这个是与您同款的酸奶碗 你们在家里面 是不是大家有点看不清啊 我把它这个一看一点点 或者明明我们可以把它捧起来吗 对把它捧起来 对 大家会看得比较清楚了 远看有点像 像那种绿植 感觉真的像那种就是那种就家里那种置景那种的对啊像一个小那种盆栽盆景是不是啊 是的是啊 挺好的呃六月的一个幸运碑嗯可以给它起个名字吗 你觉得如果 起个名字嗯就纯真这个名字已经够绝的了还有什么比他更好的名字不知道哦那个就叫 纯真星球吧 哇好纯真星球哈 哇这很像一个就是星球然后上面有一个这个这个这个生态的感觉啊没错哎我觉得哈这个就是大家看上去的感觉你像上面的这些水果呀干果呀因为刚刚我们也说到了中高考嘛对不对 是的他非常有营养啊然后包括的话呢我们的纯真上面的话一个薄荷的叶子就是生机勃勃绿意盎然的一种感觉就像我们说嘛六月的这份幸运是由我们的纯真是由我们的雨宁送给各位的好不好哎呦来我们学起来哈一起去盖的这个同款的酸奶碗OK还有一个我觉得一点也不难 嗯嗯嗯根本对你来说就完全没有难度嗯咱们来一个抽象的啊来一个抽象的啊好看又好喝的夏日花园 你现在脑里要有要有印象了夏日的花园我这这种玩意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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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弄早了你弄早了你说早了你说夏日花园花园里面有什么肯定有水果吗有园丁啊对来那就用啥用哪个容器啊我们嗯你来挑还有还有还有这个还有这个 同款的这个对可以做这个同款酸奶碗啊来来来不好意思各位我最近这个有点这个感冒所以有点咳嗽啊是刚刚我们看到弹幕上有个朋友说了说是感冒了吗要注意身体哈哎没事应该的这个蓝莓是永远辣不下的对就是我就是反正就我们就只有这四样水果嘛而且都是我非常喜欢的嗯所以就咱们就每样都放一点然后呢再浇上我们的这个真酸奶让它这个茁壮的成长它的美味啊OK拿过来吧嗯 上手了反正是我我吃嘛嗯呃里面还放了这青蹄对放了蓝莓啊放了芒果就每样都要放一点放一点每样都放一点嘛嗯嗯让它这个多姿多彩一点哎真的夏日的花园嘛就百花盛开是吧对好嗯 嗯然后再放上我们的明天加真酸奶好嘞啊就是放这一半然后那一半露在外边就看出来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就是展展示的一个作用展示的时候都是都是一个状态啊好来吧这个的话呢是夏日花 也来一个对让它有一点这个生机勃勃的感觉是的夏日花园确实哈五彩缤纷的感觉你看这个里边有什么呢有这个火龙果啊有芒果呀然后包括其实底下的话你看多有细节哈与您做的这个细节在底下的这个蓝莓就像黑色的土壤一样这也放一个气质就是上来了感觉就是说白了不能厚死薄笔是不是咱全都有哈对对好来朋友们get同款与您酸奶板的话学起来好不好非常非常简单当然你们学起来之后的话呢也可以用到我们这个 纯真林添加的酸奶来自制包括你的水果呀干果呀都可以任意的去搭配然后名字可以任意的去起其实非常非常简单喝起来还是那句话哈味道纯纯的真好喝所以正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也不要忘记了今天我们的这个真详卡A卡加B卡如果您同时去下单这个套餐的话会有额外的明信片以及我们卡套的赠送好不好抓紧时间去下单了哈朋友们好的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要进入到 下一个环节当中下一个这个环节啊也是一样的因为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很多的朋友都说说我的老大什么都不怕所以我在这想问一问就是于宁你有没有真的怕的事情或者动物或者是什么东西我怕黑怕黑特别怕黑因为我那个有的时候跟他们出去那个玩一些什么密室什么那种的我就会特别害怕嗯特别怕黑没有别的了没有别的好基本上的话如果说我接下来 在这个提卡当中如果有的问题是说让你去黑暗的丛林当中去探险这个你能完成吗 何必呢为什么要去呢哈哈哈哈我们好好好好在城市待得挺好的好的来吧我跟过去说一下哈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相应像小的盲盒一样需要呢你与您这边去选就是你敢不敢挑战啊如果你说敢的时候我才会把它公布出来包括你和我们正在看直播的朋友才会知道那么既然敢挑战的话 就一定要去完成好呀好不好来我这边1234有五个提卡那么请问第一个与您你敢不敢挑战 第一个是吧嗯 第一个先来一个吧先来一个尝一尝好来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在剧组与工作人员一起共赏美味啊这个一定没问题啊这个没问题啊就把我们美味的这个真酸奶拿回去啊我一会低了个箱走啊哈哈哈 明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先给我们所有的演员演员同僚每一人发一个啊啊啊那那我们也来说一说吧就除了像这个真酸奶以外啊嗯 有和剧组的人员一起共同吃过的美味还记得吗或者说你请大家的这些美味嗯一般都是别人请 不是没有一般都是剧组请了像像我们出去聚餐都会剧组去就是带着我们就吃好吃的那可能在这个呃恒店这个地方呢可能就是其实这所有的美食基本都有说川菜也好或者火锅也好上我记上一次我们应该吃的火锅吧嗯 跟那个剧组的小伙伴们一块吃火锅嗯所以说火锅其实我们其乐融融的时候哎吃完火锅就特别爱腻而且还容易辣对确实辣对所以呢大家如果说真的你吃火锅的时候觉得有点辣了或者说呢有点腻的时候呢你可以来考虑我们这个灵天家的酸奶好不好灵天家酸奶哈味道纯而且最重要的是它解辣解腻好的来我们接下来第二个任务 请问您敢不敢挑战 哎第二个是吧嗯 呃来整整 来整啊 说话怂 OK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其实也很好请模范喝味道纯正真好喝的纯真灵添加酸奶 请模范喝嗯怎么请 就是呃我觉得哈我觉得那就这样好了我们就一会儿啊作为一个抽奖 对吧可以好不好那你宁哥今天买三箱往后一会儿抽出去也可以这个都是无所谓的请朋友们喝吧对吧嗯好那这三箱是不是抠啊三箱是不是这个答应了哈我们一会儿的话呢就以抽奖的形式就以抽奖的形式给各位去回馈了好吗既然抽出来的话就去挑战哈哈没问题没问题一会儿那个工作室联系啊来嗯OK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还有三张请问于您敢不敢挑战我们第三个任务看第三个哎这个要犹豫哦这个真的是只怕一用几个 一共几个还有还有还有两个还有两个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两个是吧对除了这个以外的话还有两个那也就一共五个是吧来来一个吧再来一个真的啊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里边的内容 请唱出对纯真灵添加的喜爱唱出啊没事我们给云宁一点点的时间各位朋友们允许小男来插播一个广告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如果说哈想要去get同款酸奶碗的话您插的只有这个纯纯的很好喝的我们的灵添加酸奶了对吧包括今天啊大家去下单我们的这个稍等一下啊 包括A卡和B卡套餐您同时去拍会有更多的福利给到大家啊会有什么呢会有我们额外的一个卡套还有一个明信片送给各位那个明信片上呢也有我们刘宇宁的签名所以大家抓紧身去下单而且我们今天所有的抽奖福利要诞生在已经下过单的朋友们里边像他的这个口感啊每一次我喝的时候真的特别好老少皆宜嘛你像很多不爱喝甜的 或者说呢觉得说啊这个酸奶的味道太稀的都可以来感受一下真正的灵添加你知道我妹妹每次说的时候她不知道她不知道这个叫灵添加的灵添加的酸奶她每次就跟我说你把那个四无给我拿一下我说哪个四无啊零香精零色素零明胶零乳粉四无她每次都是这么去叫啊好来准备好了吗嗯什么什么我都报了啊就是唱专注了啊唱简单一小句的那个唱出唱出 对于我们嗯纯真灵添加的喜爱嗯对或者简简单的一小一小段吧喜爱是吧对确实我想到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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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名啊是这个歌名其实比较的这个恰当嗯我说过我不闪躲你非要这么做讲不听也偏要爱要努力爱让你明白偏爱嗯哦我天呐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哇彭彭彭真的有一说一哈 啊关注雨宁这么久了我是第一次在身边听到她的这个音乐我觉得这个呢就是雨宁对于所有直播间的真爱粉的一次偏爱而且这一次偏爱的话也有我们的AB卡加持不要忘记了哈好的接下来的话我们还有两个任务两个任务啊要过还是不要过两个你左手右手选一个吧呃或者都选我选一个吧选一个要不感觉好我们这个是这个环节我们设置的没什么意义了那我选这个吧选这个啊啊好来我们看一下 有没想做自己的光是什么意思其实他的话呢就是你可以用自己的一种方式或者说用我们的这个角色嗯给大家去安利一下我们的这一款产品或者是安利一下你和纯真的故事都行哦就现在就就现在啊此时此刻啊嗯此时此刻啊现在开安啊朋友们你们现在看到的是来自我们这个呃纯真的林天佳三奶然后呢 希望你在每一个清晨醒来的时候都有他的陪伴还有宁哥的微笑宁哥的微笑包括宁哥的偏爱还有每一次给你带来的就是真的啊就是你看我们今天的很多酸奶碗做出来的这种造型包括其实我们在DIY的时候你都可以去任意的去添加啊再次来提一下正在看直播的朋友我们接下来刚刚宁哥去完成的那个挑战的抽奖任务要继续了好嘞好 哦我的我们的iPad在那里来了雨宁还是一样我们现在呢大家如果说嗯可以在我们的弹幕上哦现在真的是还是都是清一水的刘雨宁那就还是吧好不好我们的弹幕还可以来刷送刘雨宁啊嗯我们来这样抽三位幸运的朋友获得的是我们的纯真产品一箱纯真产品一箱哈抽三位幸运的朋友还是一样完整出现ID的在这一屏当中的前三位但是 是中奖的先决条件是您在直播间当中有订单有订单中奖是有效的好不好来吧那我们与您这边去抽几个抽三个是吧对三个啊好嘞一瓶当中的前三位来三二一嗯OK我们来看一看嗯你看来看一下啊我们首先要恭喜的这位叫做白鹿维霜喵喵喵的朋友啊这是第一位啊第二位还是你哈哈哈不重要那就 那就那就对我这一瓶只有只有一个哈好呀对我们呢就继续先存住一下好来三二一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瓶这一瓶的话我们要恭喜一下雨露啊雨露露这位朋友然后包括我们的MD只为一人那一共呢我们是三位幸运的朋友啊恭喜大家获得是我们的纯真产品一箱啊纯真产品一箱大家来结个屏啊结个屏那么当然前提中奖的朋友要在直播间 那中有订单要不然中奖是无效的啊要提醒各位啊提醒各位好了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将会继续的一个互动的环节了啊刚才那个还剩一个是吧还剩一个要完成了你来看看吧也来完成了啊来吧那我们就看一看最后的这个啊最后的这个是什么呢老大你说说看到底为啥喜欢纯真灵添加酸奶呢嗯到底为啥因为首先他就是灵添加呀对不对嗯就是比较这个这个 这个对人体是有这个健康的嘛首先的第二是什么呢第二就是他就是真的很好喝我刚才已经在那个刚才这个提板的时候已经说了就是我在喝这种喝这个灵添加酸奶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幸福感有一种满足感然后也让会让我自己的心情变得很好嗯我觉得如果说简单就是回答这个的话作为代言人有点简单啊您说哇有来我们对我们能不能这样的就是哎咱丹东的老家有有专门的那种 方言吗有是有的有的有的所以我们可不可以用老家的丹东的这个是咱东北话东北方言而且东北话其实有的朋友知道嗯它每个地儿啊每个省份的这个方言还不太一样的是是是对不对对我们丹东可能在那个辽宁那一圈里好像又又又又不一样对所以我们来一起听一听咱们用家乡话给各位来分享分享呗分享分享我们的纯真灵添加酸奶的优势好不好就这个纯真灵添加这款啊我觉得就是 收线呢它是非常好喝嘎嘎的啊嘎嘎好喝然后呢平时早上起来是没有啥事的时候你就可以整一个整一个然后我就觉得你这一天的心情都会非常的好啊所以也退一天参加没事就来一点等啊哈哈就我跟各位讲啊东北话真的就是天生的那种自带喜感的一种感觉啊所以其实你就是听到丹宁用家乡话来分享的时候整个人的心情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来而不往非离也我也是东北人哦是吧我是哈尔滨的哦哈尔滨其实口音啊 并不是特别的零显但是我们东北人的话你会发现于宁我们在形容很多比方说颜色呀速度啊各方面咱有专门的词对比如说速度就是搜搜快对对搜速的你就比对就比方说哈我们的这个灵添加的酸奶倒出来之后各位看这儿我们这酸奶碗看到了吗这个白色这个白色哈可能全国不同的方言有不同的叫法我们东北的话吧票板票板的嗯老白了哈票板票板对这火龙果你家咋叫 透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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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啊啊这个薄荷叶你 去绿去绿去绿去对我我们我们也是我们我们叫娃娃绿娃娃绿啊去绿的对然后这个芒果朋友们学好了啊天天宇宁他们这单东话芒果东北怎么怎么说就这个颜色 都没有就黄对对对对哦是这样的焦黄焦黄的哦耶好了来吧那刚刚呢我们跟大家去把所有的这个任务线哈 都分享完了嗯那继续呢还会来互动接下来的互动哈就是跟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一起去互动了跟我们的真爱粉一起去互动了啊因为啊啊可以把这个派的先打给我因为我们今天啊是在横店啊与您的话呢最近正在这边去拍戏所以说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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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您到这边来这个这个陪我做这个直播辛苦您啊那刚才你那一嗓子都给我唱了几个歌到现在都没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我真的是太开心了今天这一次合作那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在横店的这段日子里面嗯 有吃了什么美食吗因为确实美食不分家嘛像我们纯真的这个林天佳酸奶也好或真酸奶也好和美食很搭啊对啊对就像我刚才说了其实横店这个地方呢 其实你想吃到的这个天南地北的美食都有比如什么香菜啊川菜啊然后火锅烧烤什么就连我们东北烧烤之都有所以就平时的时候比如说刚才这个我们主持人已经说到了说这个吃火锅的时候如果吃到比较那种辣的香的那种那个重庆火锅啊那种穿辣的火锅就可以配上我们这个林天佳的这个纯真的酸奶就很减辣也很减腻就特别棒然后包括有的时候你可以因为我们这儿还有那个有一家店的披萨 它做的非常好吃然后有的时候你就可以我就点一点那个什么意面呢那种的就可以配也可以搭配我们的林天佳这个酸奶一块作为你的早餐也好作为你的正餐也好嗯都非常开心的对在横店的这个地方来说美食其实挺多的哈真挺多的就比方说像川菜啊啊东北菜啊是不是都有都有都有啥都有哦也都有解锅炖呢然后火锅啊啥的都有嗯哎那大家呢我们去怎么互动你们啊可以把自己所在的城市发送出来然后呢我们也来考一考语您就是 你看他了不了解你们当地的美食嗯然后当地的美食和我们的纯真酸奶能不能够结合在一起哦好不好可以来你们都是哪呢朋友们在公民当中互动起来啊也让雨宁去看一看我们看一下啊大家现在先别刷刘雨宁了不是雨宁跟您互动呢他应该是啊就之前狂狂一顿刷然后估计就是估计因为我们我们这送了好多福利出去嘛嗯他们就一直刷这滚平还没滚啊你要不你退下直播间再进来呢会不会就好一些 重新再进一下啊重新再进一下就能看到新的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啊刚有朋友刚有朋友说的是嗯西安的我看到西安了我先说第一个看到的啊朋友我看说西安了西安咱了解什么美食西安就是面就吃面条嘛嗯我觉得是有像那个刀削面是吧是刀削面了我也不知道啊我好西安的面食对吧西安的面食是他说了他说那个肉夹馍肉夹馍肉夹馍啊肉夹馍肉夹馍肉夹馍也可以呃 那肉夹馍和这个问题来了哈肉夹馍和我们林田家怎么能搭到一块呢你只要想搭怎么都能吃反正两个都是很好吃的东西对两个就结合OK的啊可以的好这会儿说四川四川省份也可以四川四川四川那川菜比较熟悉了川菜什么口水机啊嗯然后开水白菜啊然后这种腹吸肺片呢这种都都是川菜嘛嗯然后对尤其这种川菜川菜其实嗯算了不给大家科普了 因为我刚刚想说一个话题就是其实川菜里边百分之七十的菜是不辣的嗯但是那但大家都现在年轻什么比较喜欢吃这种辣的呀这个重油重辣的东西然后就可以搭配我们的林田家酸奶吧嗯确实啊哎刚刚有的朋友说那个夫妻肺片问一下于宁问他吃不知道什么做的夫妻肺片是肺子做呀真的假的真的假的难道是夫妻做的哇你你真你以为他里边是是肺子就是那个肺吗 哦那不然呢来朋友们告诉我告诉一下于宁真的是我一开始也是夫妻肺片好像他不是肺子就是一些肉吧还是就是一些卤味而不是专门的那个肺子应该是应该是是吧朋友们我有我有说错吗因为我记得当时我也说我的朋友去演那个夫妻肺片的时候他里边应该有好多有那种堵什么的都有吧对那这朋友说那个有肺子的也有没有肺子的是不是啊没有肺子又不肺子又豆腐做 有豆腐做来我们这样哈就是夫妻肺片究竟可能我们现在弹幕非常非常多这个呢也算与您留给大家一个小作业吧您回头啊去爱他一下我们的这个微博上的纯真的观博纯真的观博您就结一张现在这个图然后你在下面告诉他或者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包括教教我哈那夫妻肺片里边它里边的内容是什么去爱他一下我们纯真的观博好不好因为现在弹幕非常多呀不是个夫妻肺片但是为什么从来没有没有思考过里边是啥就是一些就是肺子吧 哎真的很认真的发问但是在我看来好像应该不是没事吧我们去爱他一下观博或者说我随时来观博弹幕啊有的朋友说是福建的福建咱吃过吃过什么样的好美食福建我的天哪福建可就是基本没去过呀福建没去过福建有啥好吃的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沙茶面我看到了啊有的朋友说我真没吃过沙茶面还有啥还有啥福建的我还真的不知道对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没去过 与您平时就是说工作后出差你还记得去的最多的城市是哪别说是横店真的说来横店的这是横店没有出差最多其实我我这几年几个城市比较多吧北京的也不用说了我上海去的比较多对我还挺喜欢吃上海上海菜的我开始以为我一个东北人对上海菜可能有一点偏甜的这个口味不太喜欢但是去去吃了吃了去吃了几次还挺喜欢的上海菜不错上海菜的话包括航班菜其实它有一点微甜 但是但是它很清淡很清淡是吧对就很好吃而且的话就是你吃起来的时候搭配到我们零点加的酸奶的时候你会发现嗯纯纯的味道真好喝包括喝起来包括吃起来都是一样哈就是一个腔调啊对对OK来吧因为大家的弹幕现在太多了所以说呢我互动不过来我就挑了几个城市跟大家来说不要忘了去爱的一下官博哈那夫妻肺片里面到底到底放的是什么啊可能我也忘记了这里面究竟是不是肺子啊好的反正 那我们这也是个美食直播间嘛对吧是来吧朋友们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进入到一个创作的阶段了为什么是一个创作的阶段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哈像大家现在去拍到的这个真相卡啊那有的朋友可能说是自己去用有些朋友的话呢可能会买来送给家人啊长辈啊或者说亲戚朋友啊那么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就是说兑换的属性而且它可以当成一份伴手礼你知道现在啊就很多的朋友把这种伴手礼或者我们的这个真相卡上面去二次创作 二次创作比方说画点什么东西啊给不同的人去送上不同的一个祝福所以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也让与您啊在现场给我们来创作一下这个真相卡上面给我们来做做画吧好不好哦好呀好的来我找一下对在这呢这是我们的真相卡的一个小的KT版啊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呢也有笔我帮您去拿一下这个笔可以给我们来简单在上面涂一涂抹一抹那么做完这个二次创作之后的话呢你要说这个 真相卡A和真相卡B你要告诉我是送给谁的好不好为什么要在上面这样去二次创作送给谁的呀嗯就肯定是送给爱的人嘛对吧这个爱的人包括父母啊兄弟啊朋友啊嗯这个这个伴侣啊我觉得就是送给这些你所爱的人嘛对吧送给所爱的人那我觉得那就随便我先画一个送给爱的人上面要画点什么呢送给爱的人上面画一只哈哈哈哈哈哈 我先画一只小狗那个那就那就画心嘛对吧爱心嘛对不对那就用玫瑰这个吧嗯好不好用玫瑰这个啊玫瑰这个玫瑰这个是我们的B卡朋友们A卡和B卡的内容是一样的都包含的是灵天嘉酸奶以及我们的真酸奶各一箱然后前提是什么呢大家现在如果A卡和B卡买这个套餐的话会有额外的一个赠送的礼品是包含到了一个亲笔签名刘宇宁的明信片以及还有我们给到大家的卡套啊所以说建议您呢 A卡B卡的这个套装一起去拍好吧朋友们嗯我这会不会很俗气画了个一键穿心之下这会不会这好像是我这个上小学时候干的事啊今天终于拿起了画笔又又画了当年学会的一个东西啊好像所以说送给这个想要去表达这份爱的无论是就是说亲人啊朋友啊爱人的话来说其实就是一键穿过两颗心心连心啊对穿在一起了是不是哎呦哎我想问一问就是来接一下后面这一块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是 这个剑那个剑雨吗你以为是真的真的哈这个你以为是个叉子是吗这不会这不会是一念观一念观山后面那是后遗症吗不是不是不是这古装的剑了看到了吗后面还有这个羽毛哦是啊那正常是哦好吧是的是的这剑雨OK那我们再来创作一张这个的话是送给自己爱的人什么的没错没错没错另外一个的话呢我们再给各位来创作一下啊当然这个也是爱的人吗那就画一个 太阳太阳再来一朵云彩 这是我能想到所有我会画的东西了啊太阳云彩啊再来一个 就是希望这个这可以送给家里的老人然后就是让他们就是可以健健康康的然后没事出去晒晒太阳多多体验大自然然后可以多出去呃健健康康的去旅游去逛逛什么的啊我觉得还是 哇很需要的而且而且和就是这张整体海报的风格还蛮配的 是的是的太阳啊然后嗯这个白云是不是嗯好大家其实也可以做一些像的创作如果说您收到了这个我们的真相卡之后呢就可以做一些二次创作了把它送给你更加需要的人 我觉得就有的时候大家去传递这份爱的时候爱是不要去等的对不对一定要这个随时随地去表达那其实我们今天啊在直播间当中跟与您共同的去聊了很多很多话题玩了很多的游戏哈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给各位再来抽上一波福利然后我知道大家肯定很多朋友还是在表关心说与您最近的一些动态啊或者说之后会在哪再看到你啊包括为什么怎么还感冒了呢这两天啊关心一些身体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聊好不好马上来聊啊先给大家来抽奖吧我们这一轮的话呢抽出我们的真相卡真相奶卡一张还是一样各位在弹幕上就互动起来现在全都是满屏的刘宇宁没问题 说我们单人的名字也可以啊我们截屏完整出现ID的第一位朋友将是我们的中奖用户好呀来来那我来啊嗯来三二一OK来看一下完整出现ID的哎这位朋友刚刚好像有中过奖哦这位叫做白鹿为双的朋友刚刚有中过奖刚刚有中过奖了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名额让出去了好不好意思啊我们不能重复中奖当然是这样 这一瓶呢我先留着先留着这位朋友啊我们呢会让后台去核实就是说您刚刚是否有中过奖因为我大概记得这个ID大概记得如果有中过奖的话我们就不能二次中奖了给其他朋友一些机会希望您理解一下啊如果说您没有中过奖的话就是您好不好来我们再解一瓶如果这位朋友没有中过奖的话就是他如果中过奖的话我们自动出现到下一瓶的第一位朋友啊是不是好来与您我们再来解一瓶啊两次的抽中你你看你话多多 好来三二一好的来看一下好又是他哎嗯哈哈又是怎么还是这几位朋友另外一个对这个哦我直播今天咱直播今天聊半天不会就俩人吧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哎这个这个这个这两个ID与您应该有印象是吧当然当然有中过奖啊有中过奖这两位我是非常对非常记得中过奖没事那我们都继续截评 给大家一点点这个刷的时间对重新进一下重新进一下就好了啊来三二一OK我们看一下啊嗯终于是一位终于是一位新朋友了是的啊而且他就打了三个字就中奖了刘雨宁来我们恭喜用户下滑线尾号是0524的这位朋友看到了吗这是完整出现ID的第一位哈这位恭喜你中奖了哈抓紧时间结个评保留一下中奖的评证然后同时呢 我们这一轮送给您的是这个真想奶卡真真想奶卡一份前提只有一个啊就是您只要在直播间当中有订单中奖就是有效的好吗各位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呢我再占用大家30秒的时间打一个小的广告因为呢我们这个一个小时的互动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是不是因为我们今天啊福利是满满的那么同时大家去看到我们直播间当中A卡和B卡的一个这个套装啊A卡和B卡的这个套装在这 大家一并去下单的话会有额外的赠品赠品是什么如果是您刚进入到直播间的话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包含到的是一个卡套和一个明信片如果您单拍一张卡的话是没有的而且我相信单拍一张卡的话它里边一个林添加的酸奶和一个真酸奶可能大家也不一定够喝啊有很多都是老朋友所以A卡B卡买这个组套好不好这个的话会有额外赠品啊OK那么我们有中奖的朋友们记得要有订单好了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有什么想要跟 与您去聊的我这边的话呢可以给大家来开放个五分钟左右哈我们这边去看一看大家有什么想去关心的这样不然先跟我们来说一说怎么感冒了是动着了还是累着了还是没有因为这个这个最近在剧组拍戏嘛然后这个戏呢我又扮演一个呃所谓的这个武林高手吧嗯就就每天拍打戏嘛蹦这个丧穿恰跳的然后呢你拍一天的恒电比较热然后呢夹也比较厚就容易就就是就是基本上就是透了湿透了湿透了然后特别热嘛然后赶紧到那个 那个有空调的地方去去凉会凉会但是这么一冷一热交替就给我搞的病了结果这一没我以为三天就好了我以为我以前是一感冒就两三天就好嗯我现在现在已经快一周了还没好哇太遭罪了啊抱歉今天状态不太好各位啊所以啊就与您他们平时拍戏包括很多我们的就是演员啊艺人啊其实平时工作也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哈建议所有的朋友们包括呢像与您啊还有很多的就这个多补充是没错没错你一定要多补充一下我们的这个 这个酸奶嗯嗯好来大家有什么想跟与您去聊的也可以在公平台上来发送哈我能给大家去争取的福利就是这么多哦争取的福利就是这么多哦我们开放五分钟的时间好不好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弹幕说要让你吃点药我看到了哈有吃啊有有在吃肯定是有在吃的啊说吃点药嗯说与您的意思就是刘宇宁你有病吃点药哈哈哈说与您能给我比个心吗嗯可以吗这不刚才那个相伯有吗那个啊这个啊这个咱们A卡吗那我们就拿着这个拿着这个我们的B卡啊拿着B卡可以 给给他比个心好不好来来来要比心的朋友们我们现在截图咯三二一截个图好的感谢与您给大家来比心啊嗯哎我想问一问与您哈就是平时可能说包括古古古装啊包括现代其实都拍过对嗯你更加喜欢是拍古装还是更加喜欢拍现代的一些戏我以前是更加喜欢拍古装嗯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因为我作为一个我还有个歌手身份嘛而且我没事也吃过我总有一个现代的形象 就出现在大众面前所以我就希望多拍拍古装然后因为古装它有半项嘛它会戴个头套啊穿什么盔甲呀穿这个古代的衣服呀它其实会让观众没有那么的和我刘宇宁这个本人联系到一块嗯会有一些就是不能就是不憋一看就是刘宇宁什么那种那种感觉嘛嗯所以去拉一拉那个反差感那然后但是这几年是一直在拍古装我基本 只拍过两部所谓的正很正正 ут Komm原厅的现代戏我只拍过两部所以我现在感觉古装也那个什么了那个那个拍的也够多了我可能考虑会拍一些现代戏了嗯考虑可能是现代戏再补充补充再感受感受感受体验一下然后换换脑子嗯然后那个也去跟这个其他演员多学习学习嗯那我特别想问哈就是接触到了一些角色 有没有一开始到现在为止 你还没有去演 但是非常非常向往的 就是我特别想去尝试 或挑战的一种角色 是什么样子 在现在戏里 也有一个精神病人吧 我觉得这是我喜欢的 就是那种精神有分裂的 就是一会儿自己的沉醉 然后一会儿的话 又会有不同那种爆发的 这些表现 对对对 就是智商很高 但是他精神不正常的那种感觉 喜欢挑战 喜欢挑战的这样的感觉 是的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 就比方说现在很多朋友们 也会比较关心 说与您给我们出的这些作品 你一般情况下 是会先看这个剧本好不好 还是看自己喜不喜欢演 或者说大家喜不喜欢看 首先第一是一定是剧本的 当然他那个一般项目 来拿给演员 拿给我们演员的话 第一一定看剧本 剧本整体怎么样 然后再看你可以 人家叫你去饰演的角色 跟你这个首先 你到底适不适合 然后你喜不喜欢 这就是喜不喜欢 其实是其次的 更多是适不适合 而且我们 所以其实像我的 像我这种辈子的演员 我只能被选择 我很少会去 有的选择的 所以就是 我适不适合 我觉得适合我是最重要的 先适合 然后慢慢地学 过程当中的话 再去挑战 我觉得 其实语宁谦虚了 包括大家有的时候 会刷到很多 这种鼓励 或者是喜欢的时候 都说 说语宁一步一步走过来 都看到了 刚才也说了 其实也是歌手的身份 所以在跳转到演员的时候 也会感觉到 要慢慢地去磨合和学习 是不是没有当歌手 那么自如 或者那么轻松 其实我当歌手 也没那么自如 我也不是专业学过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更多的事是熟能生巧 而且我去琢磨 我比较喜欢琢磨 因为我也没学过唱歌 但是我就会到网上 去看别人怎么唱 听别人怎么唱 然后去模仿 去学习 可是演戏对于我来说也是 就是突然从一个歌手 走到演员这个 当然我也是 在演员这方面 我是真的找了专业老师 去给我上课的 对 所以我觉得 能在我这么大岁数 还能从事另外一个职业的时候 我就把想法做好 就找老师教我 但我现在剧组 每天还是有表演老师的 然后定期的时候上课 然后调整排词之类的 对 也是 还是想把它干好吧 我觉得只要努力 就一定会收获 非常好的一个结果 就像宇宁在各方面 比方说在她的音乐方面 然后包括在演艺方面 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 特别特别喜欢 而且的话 其实大家会看到 像之前 你像我们看《一年观山》的时候 就会感觉 哇 那种突破感 就已经可能感觉到说 还是那个 我很早很早以前 关注的那个刘宇宁 所以说大家 一定要多多地来关注宇宁 在后面给大家 更多的一些不同的机会 当然关注宇宁的同时 也不要忘了去关注 作为我们的纯真的代言人 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 味道纯纯的 真好喝的 林天佳酸奶 这个口味和口感 真的是特别特别不错 我们这样好了 刚刚我们用东北话 来形容那个 除了东北话以外 云宁你还会 其他地方的方言吗 或者说平时有演戏 或者用过吗 还没用 这没用过 您教我两句哈尔滨话吧 哈尔滨话呀 哈尔滨其实没 哈尔滨味不重 对味不重 基本上的话 我就怎么说呢 一般啊 我如果说要说喝这个 酸奶 我觉得特别好喝的时候 然后呢 哎呦 这味儿老壁了 老壁了 就一下炫你嘴里之后 你就感觉你还得来一点 还得来一点 就感觉好喝 我就觉得好像哈尔滨没有什么太多那种 特别能够拿出来的那个地道的词 可能基本上大家都能够 我如果不说一些特别特别方言的一些词语 可能大家基本上都能听得懂 明白明白 像什么呢 就是这个我们当中有句话叫做 哀邦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什么 哀邦 哀邦是单东话吗 对啊 哀邦 不知道 就是好像就在 就比如说像要购买我们这个 林天佳这个纯粹酸奶的时候 哀邦就是排队要去买的意思 哀邦就是排队的意思 就是哀邦就要去排队才能够买得到 是这个意思 我买这个东西哀邦就是这种感觉 那如果说喝进去之后 感觉到那个味道特别好 整个人心情特别幸福 就像刚刚说你第一次喝起来那种感觉 咱有没有那个花 有 叫爽感 爽感 我们反正我们老家 我家叫什么 我们家叫鱼座 鱼座 对 大概就是这个感觉 有的朋友说 怎么今天我们这个纯真的直播间 变成了这个东北方言鉴赏了呢 确实 因为我们的单人 宇宁给各位呢 其实用最最纯真的 就是什么 家乡话 你的家乡话也代表了一颗纯真的心 就像我们的纯真 一如既往的满足大家 让大家能够感受到的是爱 而且我刚刚听到的就是 加车这个桥梁 让很多的粉丝 能够和宁宁做那次见面会 那次见面会还有什么 那个难忘的事情 还记得吗 就是我在 因为我很久没有开演唱会了 但那天在台上让我唱了一首歌 我觉得蛮开心的 然后就真的感觉 我好像有点 好久没有在这个 这么近距离的给我粉丝唱首歌啥的 反正那天那个环境 我就很开心 很开心 但唯一遗憾的是什么呢 我跟你说真的有遗憾 就那时候我太胖了 就是上台拍的真丑 真的是 没有别的了 没有别的 但是很开心 很开心 但是基本上很多的朋友都在说 刘宇宁真帅 我觉得其实大家喜欢宇宁的话 一方面肯定 咱就说吧 我们东北人特别讲究的 就是说啥呢 大个板正 对不对 基本上的话 外这个外形啊 大家觉得帅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宇宁的努力 而且说心里话 作为一个艺人来说 能够让大家感受到的 这份努力 就非常值得 我们继续去永远追随着 刘宇宁不断前行的脚步 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这一个小时的时间 也要暂时告一个段落 接近尾声了 最后的话 作为我们的纯真的代言人 宇宁有什么想跟我们真爱粉朋友 来说的 我觉得还是很感谢 今天所有来到我们直播间 陪伴的朋友 然后也 当然我也很开心 当然我也很感谢 其实纯真在我的工作当中 也给了我很多支持 对 我也很感谢 感谢纯真 然后也谢谢纯真 给我们这些朋友的 一路的陪伴 然后也谢谢大家 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 然后跟我们度过了一个小时 就很开心 很放松 这也算我白天拍完戏 到了这儿 其实对于我来说 不是工作 直播对于我来说是放松 还挺开心的 就回归到大家的一个 这个小的屏幕当中 是的 共同的去互动化 是非常放松的一个过程 而且又我们这个 纯真 灵添加的陪伴 希望各位在生活当中 真真能够做到的事 没有任何的压力 添加在你的生活当中 也没有任何的负面情绪 添加在你的生活当中 让纯真 灵添加酸奶充斥在 充斥在我们的生活里边 而且你看 我们现在满屏的 刘宇宁 刘宇宁的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一开始 关注到宇宁的时候 会发现 你的名字特别好 宇和宁就差了这一横 这一横是什么呢 就是期待着宇宁 在今后有更多 一马当先的作品 一马当先的歌曲 还有呢 就是我们直播间当中 给您的所有的福利 作为我们今天的 最终结束 希望大家能够 抓紧时间去下单 这个是最重要的话 好不好 来 那也希望我们的这个 纯真能够在 今年的这个 628期间大卖 好不好 来我们一起喊一下 祝纯真大卖吧 好吗 来 祝纯真大卖 谢谢各位 关注在这一个小时 关注在我们的 代言人 宇宁的身上 那当然我们的直播 没有结束 一小段小片过后的话呢 还会有其他的主播 来陪伴着大家 共同开启 我们的纯真生活 再次感谢宇宁 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 谢谢您 谢谢 祝您一度长红 谢谢 好了 朋友们再见了 拜拜